观赏水族物种性别控制与不孕技术 目前动物品种全保护尚未充分涵盖水产养殖物种及其品系 格外是以多样种类与品系为特色的观赏水族物种 往往因为贸易销售需求 与不当竞争手段 与遏制商业行为 导致具新隐形之特征之水族品系 抹煞创作心血 难以维护或持续经营 由渔业鼠支持 并与海洋大学共同研发之 观赏水族物种性别控制与不孕技术 细针对以小型鱼虾为主之观赏水族物种 进行快速、检疫 不影响其外观形质 与不具残留性之不孕处理 可依据不同种别设定处理剂量 以其分别达到削弱其生殖能力 或使其充分不孕之处理 相关技术除可应用于品系确保与维护 同时可降低特定种别或水族新银品系 因为贸易流通或气氧放生 而可能导致的入侵风险危害 本技术可在不损集生物观赏价值 不残留有害物质 快速简便与短暂处理条件下 数十秒至数分钟 完成相关不孕处理 借由处理对象之生殖潮组织变化 配子活力与功能 以及受精软与子制苗 于阶段呈现失活 停止发育与致死等佐证 确认此技术分别应用于 观赏虾与观赏鱼之不孕效果 妥善利用 除有助于协助产业 针对新银品系进行维护确保 同时可降低据入侵风险物种 在贸易流通与观赏水族饲养上 可能因溢散 弃养或放生 而导致之入侵为害